发音 我们刚刚讲到这里 发音是我们起步的第一步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先劝你们要学英文的朋友们 第一件事情 不管在任何情形之下 你到补习班也好 你找一个专门的人也好 把你的发音先学会 OK 这是第一步 我在奉献你 如果说你的发音不会的话 我就不知道 你怎么样去学英文了 OK So 再讲下来 不要养成去背单字 背句子 你是背不起来的 我不相信一个人的记忆力 有这么超人的记忆力 能够用背的方式去背单字 或是去背句子 绝对不是这样子的 发音帮助你了解 带字的记忆 帮你了解以后 你用你的这个 这个理解力来帮助你 自然的记忆 自然的记忆 带字 OK 那么 生活里面要养成 我们在生活当中 一直在学英文 不断继续的在学英文 你没想想到我们 OK 我比如来讲 好了 我在现在的生活习惯里面 我还在继续的 OK 当我看到一个新的字的时候 我不懂的时候 我都还一直在问 我一直在问 我不断继续的在问 当我走 我当初学 学 学英文 我怎么样去记忆的单字 我在生活里面 当我 当我出门的时候 OK 我会带着字典 那时候没有手机 我们带着厚厚的字典出门 当我看到了那个 广告上面的英文字 我不懂 我一天当晚就在翻字典 一天当晚就在翻字典 OK 刚才当我到了超级市场以后 我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我不懂的就问我自己懂不懂 橘子 我看到 不会讲这个橘子怎么讲 我想办法找出来 红萝卜 洋葱 香菜 这个 我们光讲菜好了 在超级市里面的菜名 可能就有几千种菜名 你懂不懂 还有中国菜 还有 有很多中国菜 在美国还没有的了 OK 我为什么通通都可以知道 因为我不断地在找 我不断地在找这个information 把这个information寄到我的脑筋里面 累积中的累积 到了今天 我还讲说 我看到任何东西我都懂了 那你在生活上面 要养成第一个这个习惯 OK 比如说你今天面对你自己 OK 你想想 你问你自己头发怎么讲 OK 头发讲 你先学名词 我不要讲长头发 胆头发 黑头发 灰头发 我们先不要学这个 我先问自己这个简单的名词 我头发怎么讲 帽子怎么讲 眉毛怎么讲 眼睛怎么讲 鼻子怎么讲 鼻孔怎么讲 我们现在还不要学鼻梁呢 OK 我们现在简单的 鼻孔 嘴巴 嘴唇 牙齿 舌头 脖子 一直讲下来 光我们的人体里面 你想想看 你要了解多少单子 可能已经几千个单子 在我们人体里面 OK 我们现在不要讲医学了 我们讲我们人体里面 我们讲 人体的单子就有多少 我们在讲衣服 我们在讲吃的 我们在讲汽车 我们有多少的单子 我们要去要吸收 所以你在生活当中 要继续不断的累积 你要给你自己在生活中 不断的学习 永远不要放弃 赖士尚这句话 他在他的节目里 永远不要放弃 当你放弃的话 就会造成这些节目 就会造成什么结果 我们所看到的 在美国的华人 已经40年了 他们讲不出英文来 原因是他们放弃了 你要学英文 永远的继续不断的 一直学 这是我们从 从生活当中 学习到很多的单子 同时 当你在生活里面 不断的学习新的单子 然后你懂的文法 怎么去结构 然后试着跟人家去讲 刚开始用简单的句子 去跟人家交流 比较熟了以后 句子可以慢慢的拉长 听人家怎么讲 听美国人怎么讲 一直看美国的电视 看不懂 坐在那边看 看美国的电影 听美国的新闻 你从听不懂的地方 一直在听 听了以后讲 你在不知不觉中 你会让你的这个程度 慢慢的就在成长 你自己都不知道在成长 当你五年以后 再回去看五年以前 你会觉得自己英文不错了 你再继续努力 你到了二十年以后 你再回来看以前 你就觉得 哇我现在一直在进步中 我在进步 来 接下来我讲 我们 当我们讲英文的时候呢 不要用中文的口语 来讲英文 我们是讲英文 我们用英文的法音去说英文 我们在生活上面 你非常经常会看到 比如说 呃 北方人 那个 他讲anyway ok anyway的意思就是说 无论如何anyway ok 那么他们讲anyway 我以为他在讲天津位了 不是叫anyway 是anyway 他的音节在哪里 ok 我们讲海滩 叫beach beach 海滩 广东人喜欢讲beach ok 那个 我们这边一个城市叫miami 广东人叫miami 你没看到之间的差别 所以你千万不要养成这种习惯 讲我们中国式的这些英文人 要老美听不动你 白学白讲 要学 就学到人家自证腔颜的英文 ok 曾经有一次一个朋友讲说你买什么东西可以到这个网站 美国有个网站叫做amazon 你可以买到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amazon 后来他发展信给我看这个人我才知道 这个网 这个人家购物的网站叫做amazon amazon 跟他的amazon 是不是有好大的区别 我就问他你怎么写的这个是谁教你他讲我们 大家都这样讲所以我这样讲 我说你讲的是人家我们中国人的英文 人家老美听不懂 人家老美听不懂 人家老美听不懂